年度规模最大金融盛会 2023世界投资者周联合论坛 10月2日盛大登场 除了几届国内外专家 在为期五天的活动 拓展大众对投资理财的正确认知 开幕典礼上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令临会场 期许各界共创投资与财管的崭新未来 我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台湾已经让世界 都觉得我们是一个信赖的伙伴 我们必须有更好的 在资本市场上的 无国籍交流跟人才的培养 蔡总统也表示 政府正持续努力将台湾法造为 亚洲企业资金要务中心 以及亚洲高阶资产管理中心 并透过法规送房 一共投资人更多元的基隆商品和服务 而为了守护投资人权益 尽管会近期呢 会在立法院的新未期啊 推动投资人保护的修法草案 以及呢政策面的监讨 全面来推动资产管理业 台湾理财顾问认证协会理事长黄重哲期盼 透过此次论坛能提高台湾投资人的韧性 失去国际接轨使台湾金融更有利 国际证券总会IOSCO呢 它为了要促进各国的资本市场发展 所以在七年前就发起了这一个 叫做世界投资者周 它希望每年的十月第一个礼拜 作为各国呢 来唤起投资者教育 跟投资者趋势的一个分享时机 所以我们今年大概锁定的就是 希望能够强化投资者任性 然后也把国际上目前看到的几个问题 像AI的运作啦 或者数位资产的引进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但是也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这些呢 国外都已经有相关的讲者会来做分享 那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听众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 Cnews会的新闻网台北采访报导 我看下来到你呢 也就是这样的 字幕作为主持人 字幕作为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